今年3月12号 山西最大的煤炭民企 山西连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刑律斌 被警方从太原机场带走 那么这个事件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广泛观众 是因为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数字 一个是7000万 一个是300亿 7000万指的是这个刑律斌 在2012年年初 在海南豪制7000万 办了一场价履盛宴 那么300亿是眼下山西连胜集团 欠下的无法清偿的债务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 这个集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 从豪制7000万到欠300亿 为什么它下滑如此之快 另外更加耐人寻味的是 这个民企它凭什么依靠什么 借来了300亿 7000万嫁女 美老板行李宾 机场被捕 山西最大煤炭民企 濒临破产 引发关注 一面是7000万奢华嫁女 一面是300亿 债台高筑 一面是对外居额公益捐款 一面是对内拖欠员工工资 奢华的背后真实动机是什么 又是什么让行李宾由煤炭大亨 变身金融炸弹 行李宾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煤炭江湖的 本期老良官世界 为您说说一个县级民企300亿危机背后那些事 我想行李宾的名字在2012年的3月份 很多新闻媒体大面积报道的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个 他在海南搞了一场7000万嫁女 当时引起的轰动非常大 因为在这场婚礼上出席的人从主持人到捧场的明星 有人说简直比那中央电视台春晚这个人气还高 那么当时很多人都凯叹 说这个行李宾了不起啊 梅老板是真有钱的 想怎么炫富就怎么炫富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 我曾经和身边的人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说绝没那么简单 我说我不认为行李宾是炫富 为什么呢 这是我基于常识的一种判断 假如说你钱不多的时候 需要面子的时候 人往往是炫富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二代在炫富 有很多爆发户在炫富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富一代 他炫富 或者说这个人已经有钱好多年了 实力已经那都很了不得了 我们看着李嘉诚 比尔盖茨 巴菲特 他炫富吗 他不炫富 那个时候行李宾据媒体报道的 他的身家已经有几十个亿 甚至上百亿了 他的身板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 他已经不需要炫富 来满足自己凶心 所以我当时认为 他七千万家女 一定有背后的一种目的 那时候我就猜 他可能通过这个 要向外界炫耀一下自己的实力 他炫耀实力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达成 要么借款 要么他想通过和其他企业的这种合作 来壮大自己 那么现在两年过去了 实际上证明我当初的猜测 方向是没有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据现在媒体报道的情况 你推算一下 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花七千万 是他企业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 而且那个时候 他需要更大的投资 融入到自己经营的项目当中 他当时正在进行媒体改造 技术方面的改造 所以他需要给外界一种印象 我很有实力 我过得很好 我不差钱 我向你借钱还钱也不成问题 因为据这个柳林县当地的政府官员 对媒体说 其实很早 这个联盛集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大概从2011年的7月份 联盛集团就开始欠职工的工资 你记住连下面员工工资都欠发了 那说明这个企业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 那么当时欠工资是什么原因 我们从这几年就能看到 煤炭企业一直在扩大 由于电煤市场煤这个价格倒挂着 当时煤炭的日子非常好过 可是进入这两年 煤炭掉头向下 很不好弄 当初的原煤价格呢 从这个1500块钱一吨 直接降到不到600块钱 那个时候我曾经去秦皇岛一些码头干 那个煤放着这 567 578一吨 没人要的 所以这么大起大落 进入了下行周期 这个联盛集团的单纯靠煤炭产业 作为支柱产业 这时候就出现了资金链条的崩溃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融资 融到自己的投资项目当中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在时间点上很有意思 他2011年7月份 联盛集团就开始欠元工资 可是2011年的6月份和9月份 这行李兵 分别向两家大学捐了500万 所以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 那个时候行李兵 已经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 那么还有一组数据 很能说明问题 这个2012年9月末的时候 显示的当时联盛集团呢 他的负债呢 欠了72个亿 可是从那以后到现在 居然欠了300个亿 就中间这200多亿债 是最近一年多借 也就是说海南嫁女 扔出7000万之后 他接下来迎来了一个融资的高潮 大量的欠债 都是这以后开始借的 所以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他当时为什么要用7000万来嫁女 摆一个大场面 是告诉所有人我不缺钱 告诉所有人我过的体面 这样才能保证借钱 有人相信你有偿还能力 所以我说行李兵那个时候 花7000万嫁女绝对不是炫富 而是他想融资 他想给借他钱的人一种信心 我日子还行我没问题 那么为什么他这个煤炭集团 需要这么大的资金量呢 因为我们说像煤炭和钢铁这样行业 在经济学术语里呢 管着周期性行业 它的周期性极强 就是我们用老百姓话说 就大起大落 这只煤炭价格涨上来了 它一下就赚好多钱 这只煤炭价格滑落了 它可能就亏了 而且这个周期呢 有时候很短 有时候很长 就是它的冬天可能很短 它的冬天也可能很长 所以当它下行的时候 它原来那个扩张冲动还在 它就需要更多资金补进来 它就有借贷的冲动 那么肯借它钱的人就觉得 这煤炭钢铁现在不行了 可过一周 我估计还能起来 它应该还能厉害起来 还有钱 所以也愿意把钱借给它 所以煤炭钢铁的行当 你会发现 煤老板 钢老板 它融资融的都非常狠 借钱借的也多 等真赶到赚钱的时候 赚的也多 所以这是这个行业呢 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后果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行当 它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是一种有序发展 但是中国眼下这个煤炭行业 这些年一直处在大起大落当中 中间还伴随着环境污染的 安全事故等等复杂的因素 所以煤炭行业这些年 越来越呈现不稳定的迹象 煤老板原先认为风光无限 可这一年你看 它的日子并不好过 所以这是为什么行业兵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融资 要通过炫富的方式给这个借款人一种信心 那么我们得把这话说回来 前面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 它一个民企 它以什么作为担保 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 能建立高达300个亿的债务 它一个民企 它以什么作为担保 以什么作为基础信用 能建立高达300个亿的债务呢 其实我们从它的成长轨迹当中 我们不难看出来 这里边它之所以能建立300个亿 地方政府给它的信用背书 这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它成长的轨迹 能够发现 它当初是靠什么 成为一夜暴富的富翁 到现在 又为什么成为负债累累的富翁 我们的编导做了一个短片 我们来看看 在它成长轨迹当中 它得到了哪些方面的援助 资料显示 在2011年的山西煤改中 吕梁市是民营煤企最多的地区 联盛集团宇行立斌 则是其中最抢眼的明星 2002年 煤炭行业正处于极度疲软的阶段 只有两亿元财政收入的柳林县 决定转让下属的兴无煤矿 当时兴无煤矿虽然年产60万吨 但负债接近2亿元 现发工资近5000万 当地许多国企都不愿意接盘 行立斌则以8000万元的价格 接收了兴无煤矿的经营权 并承担了1.93亿元的债务 和3.1亿元的资源价款 借助于此 行立斌很快地站在了山西梅老板前列之中 也由此开始组建山西连胜集团 从2003年7月起 连胜集团就参与柳林县的教育体制改革 投资将原来的柳林县四中 改制成为民办的连胜中学 并将其发展成为连胜教育园区 2010年连胜集团又设足农业项目 计划用10年时间 投资建成山西最大的生态农业示范园 总投资预计100亿元 据公开资料显示 截至目前 连胜集团已经给连胜教育园区 投资10多亿元 曾几何时 在柳林当地 连胜集团投资的连胜教育园区 连胜农业生态文化示范园区 和连胜集团一样都被当作当地名片 而在2011年的那轮煤炭资源整合之中 连胜集团也因此成为为数不多 被保留的民营煤企 在柳林县24个较大煤矿中 连胜集团占了三分之一 通过这个短片呢 以及媒体报道显示出的蛛丝马迹 其实我们不但发现 这个邢利宾他的成长轨迹当中 地方政府给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的事我们了解 就拿眼相 他在太原机场被警方带走 这个时候呢 他是准备从太原去香港 处理他那边的资产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欠300个亿 那个债主啊 天天都已经络绎不绝的上门了 从去年11月份开始呢 连胜集团已经申请了 我们要继续